今天我們呈現 全新熊 琥珀 我們從技能介紹開始 琥珀的一技能 龍刃斬 向前途徑造成物理傷害 無法穿牆 可是能夠搭配二技能使用 變成一個途徑的擊飛 有點像納格羅斯的一技能 琥珀的二技能 龍魂爪 龍魂爪呢只能對地形進行聯動 有點像晶奇的巨人 他分成兩個型態 第一個型態呢是最大範圍 繞圈圈 只會繞一圈結束 旗艦獲得霸體 而且呢 壯大英雄還造成暈眩 第一種型態呢 是直接往前飛 往前飛的話呢 會穿過地形 而且呢 壯大英雄同樣有擊飛 琥珀的大招 龍迎落 琥珀跳起 無法選中 旗艦無敵 而且呢會造成物理斬殺傷害 同時有劃出效果 琥珀被動呢是使用技能40之後 下次普攻會進行突進而且暴擊 Holy shit 嘿我是尚恩 如果你也喜歡新英雄琥珀呢 請幫我們點個讚 其實目標是1600個讚 還沒訂閱請訂閱打開鈴鐺了 歡迎加入我們 這傳說對決全新的刺客英雄琥珀 他最大的特點呢就是非常靈活 有點銀咒的感覺 也有點納克羅斯的感覺 以目前的數據來看呢是挺強勢的 而且呢好玩度一定有的 我們先說一說呢 他跟納克羅斯等等其他刺客有什麼差別 這傳說經過改版之後呢 像獸魂卷 全的武器 等等的裝備呢吸血都被拔掉了 現在如果真的要吸血的話呢 只能買撒旦之鋒 或者呢黃色的打野弓 那代表呢讓大家二選一 看你要吸血呢還是要傷害 這影響呢其實還蠻大的喔 如果一個刺客角啊 前期選擇撒旦 選擇打野弓 選擇要發育的話呢 那代表他要到中後期才有違和力 不會像現在呢 只要上四人就開始很有威脅 而琥珀呢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他天生就有續航力 我們一技能的命中單位就可以回復生命值 所以啊也可以像我們這樣出裝 也會有不錯的續航力 同時呢我們只要出裝 從前中期開始呢就有很高的爆發 而且啊從變動裡面可以看得出來 他的表殺能力呢不會輸給克里納卡 我們來介紹一下 琥珀的技能從被動開始 琥珀被動呢分成兩段 第一段呢是使用技能之後 下個普攻會造成突進 範圍更大 攻速更快 而且呢還有額外的傷害 而第二段呢是 琥珀的第四小普攻 必定會暴擊 而且呢會降低所有的技能冷卻時間 可是呢這個被動目前有點buck 技能介紹呢跟遊戲的實際表現是不一樣的 比如我們普攻四下他不一定會暴擊 我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那一切呢就以正式服上線為主 如果啊官方敘述的是 普攻第四下必定會暴擊 這點是有效的話呢 那奧義我們帶猛攻或者暴走呢 是最佳的選擇 尤其是猛攻 琥珀技能呢佔了傷害的大眾喔 一技能二技能跟三技能 都有技能傷害 而且呢我們普攻必定會暴擊的話 那也不用帶暴怒了 那琥珀的一技能就是一個強化攻擊 他可以搭配一技能連動使用 在我們甩繩子當究竟的期間呢 使用一技能還會造成暈眩擊飛 比較大亮點呢就是命中敵方英雄會恢復生命值 也是我們的主要續航來源 二技能呢就是玩好琥珀要專精的地方 二技能前面呢要花點時間來上手喔 主要呢是跟牆壁連動 我們用當究竟的方式呢可以當最大距離 如果直接衝鋒的話呢就當作位移穿牆使用 對防禦塔呢也是一樣可以互動的喔 就用琥珀的大招 跳起之間呢是無敵的 我們這把呢用的有點慢 琥珀只要開啟大招呢 就會造成緩速小幅的傷害 而且呢跳起 短暫延遲之後呢 對大範圍造成物理的斬殺傷害 實際的用處喔 除了可以用來斬殺用來抖招之外 也可以我們使用二技能當進敵方防禦塔 打敵方一套呢將大招拉出來騙招 把敵方招騙完之後呢 我們再進場受連那就好了 雖然我們開啟二技能期間有八體喔 可是呢我們也是會害怕控制 被敵方控到呢也是挺難受的 尤其是如果敵方有阿萊或艾瑞 阿萊 艾瑞呢直接50八體 那也代表呢 琥珀也會怕阿萊跟艾瑞 好消息呢是阿萊正在一直被ban 而壞消息呢是艾瑞還是有機會出來的 只不過阿萊的腿那麼短 你想一想呢艾瑞要抓到我們 也要有多難 使用二技能當鞦韆 二技能是可以儲存的喔 二技能搭配一技能的暈眩擊飛呢 帶有敵方布萊特 我們來吃個古龍 敵方湖泊也衝得過來喔 但我們一技能還沒使用 誰一技能回一點血 最後殘血帶硬 那這裡呢我們就是等級跟裝備的優勢 所以要發育當然重要嘛 這鞦韆當的太過頭了喔 以操作手感來說呢 這當鞦韆的機制 確實挺有趣的喔 以傳說最近推出英雄來說呢 像是布萊特洛里昂 還有這個湖泊 確實都還挺好玩的 機制挺特別 那我覺得這樣子呢 傳說對決有走對方向 可能有些金陣的莫巴手遊呢 走的是更精緻更專業 更大型等等的喔 如果傳說走的方向是好玩 節奏快 那樣還不錯 畢竟呢手機遊戲嘛 我們還是希望 他的節奏稍微的暢快一點 好玩一點 玩起來呢爽不爽很重要喔 像是呢 湖泊也有爽的元素 爽的元素呢是我們當鞦韆 先當成功 還有就是用大招躲到招 舉個例子呢像布萊特 布萊特一技能都命中呢 就很爽 馬洛斯一技能砍到人也很爽 惠克蹲草蹲成功呢也很爽 如此類推 那礦虎泊這個英雄呢 技能機制看呢 你覺得他怎麼樣 那如果大論外星跟長相的話呢 是一個有尾巴的小龍女 長得還算討喜 在台灣應該會受歡迎 而且呢有兩個爪的看起來 也挺有威嚇力的 你看兩隻這麼大的爪 你會想被他爪一下嗎 出造型的方向呢 應該也是有的 也可以很帥也可以很可愛 通常呢這種長得好看的英雄 都會有一對造型 你看看景 莉莉安 大風寶貝 艾莉等等 我們現在打架打架 OK 敵方琥珀死掉了 然後在最後後面的布萊特 一劍抓到他 普攻暴擊 直接秒了 大招躲過敵方雅蓮的大招 帶走 反一反敵方野怪 順便推進去 弗洛倫 抓到他 帶走 那這又是跟牆壁連動了 關於你連到牆壁要怎麼滑呢 就是看你左邊的手感要怎麼拉 如果你要繞圈圈的話呢 當然是往外圍拉 如果你要衝向牆的話呢 就向著你要的方向拉 如果吃龍或者吃凱撒的話呢 虛操力還是有個問題喔 琥珀續戰力呢是前期不錯 可是到中後期開始呢 畢竟我們的吸血不是來自於我們的普攻 所以他回血呢 就不會像納克將猴子那麼誇張 所以這續航力呢 前面不錯 中後期開始呢 就稍微的平衡一點 繞圈圈收敵方的馬洛斯 順太提呢 琥珀的繞圈圈 也可以像蜘蛛人一樣喔 在空中繼續飛 清兵速度還可以 畢竟一技能是範圍斬喔 來試看刺凱的速度 我們是蠻血開始吃的喔 看吃完會剩多少 稍微用大招躲一躲到傷害 大招輪圈圈有點長喔 OK 還可以 至少不會吃的超級投破血流 一掛七次呢 血量還是會回來喔 我們大招都很缺重 再等一等在大家 喔 想要救我們的拉茲 晚了點 那沒關係 我們先拉開 這邊我們少人 先反一反野怪 再機會進場 單挑的話呢是沒問題的 刷野速度呢感覺也可以喔 我們沒有藍條關係呢 這個藍人就浪給布萊特 他看起來比我更需要 使用二技能跟一技能的途徑 帶走 這邊大招已經好了 有大招的話呢 就可以打得稍微兇一點 我們可以拉回來吃小兵喔 這邊要打架 先過去支援 抓馬洛斯 這邊敵方虎珀在逃命中 左上角 那我也不追囉 讓布萊特去追 要追他感覺也不太好追喔 喔 有一隻弗洛倫 揮一揮他 追上去 普攻 這突進普攻呢挺可以的 二技能當就先期間呢 也是可以突進普攻喔 如果我們身上有強化的話 有加力 不可 機能在冷卻中先等一等 附近也沒小兵喔 沒什麼可以做的 把兵先推進去 先來囉 我們機能在冷卻中 每招就先不要打架 剛有一個藍 反掉 買出王者劍 那就不一樣了 中間看有沒有機會打架 找到一個敵方呢 二技能之後普攻 一技能普攻 直接秒殺 我們是完全沒有暴擊喔 奧義沒有 裝備也沒有 可是呢就很頻繁的跳出暴擊數字 那就是我們有點Bug的被動 他是說4下普攻呢會暴擊 像是我們已經打超過4下了 卻沒暴 目前看來呢應該是只有強化普攻會暴擊 果然如此喔 強化普攻有暴擊 可能呢官方是調整很沉 普攻第4下暴擊被拿掉了 那我只剩下降低冷卻的效果 好 OK 直接撞車 撞死他 買了王者劍之後呢看來吃卡有沒有快一點 結果對方竟然投降 那影片就到這啦 這是我們呈現新英雄 古破的實戰解說 那這英雄目前看起來呢 好玩程度是有的 強不強的話呢 他有兩個霸體 有一個無敵 還有秒殺傷害 那你覺得他強不強 最後呢也感謝你的收看喔 我是尚恩 我們下次見